大家好,我是美玲,歡迎收看第一時間 中國病毒疫情海嘯 近期捲席中國大陸正當從中國傳出大量感染者死亡的消息 和影像令世人震驚之際 清華大學圖書館黨衛書記蔣雲中在朋友圈中聲稱 中國再多4、500萬人亦可接受 相關消息傳出後,中國網際網絡上頓時麻生一片 上星期六,蔣雲中在其朋友圈發文表示 就算死幾百萬人又如何? 中國2021年死亡人數為1,000萬 再多4、500萬,也就是增加了50%的死亡人數 就是原來死2個,現在死3個的區別 死亡率並沒有什麼倍增高 為什麼不能接受呢? 這番言論在中國大陸社交媒體上微博 和一些網站的論壇上被曝光後 立即招來馬生一片 被中國網民斥責冷血 人渣,翻版李毅 但相關內容和網友的評論 很快被全網封殺 早在2020年10月 熱衝宣傳無統台灣的網紅李毅 曾在短影片中揚言 武漢在新冠疫情中死了4,000人 與美國的死亡人數相比等於一個人都沒有死 當時這樣的言論壹傳出 立即招來大批網友拍磚 猛軍 如今網路有爆出掌文中 揚言多4、500萬億可接受的言論 中國網友們再次憤怒啦 紛紛留言斥責 這麼說的是人話嗎? 納粹人養的佳石鼠 他們的後代會蒙羞 典型的反社會人格 一位網友嘲諷說 以為自己姓趙啦 趙家秘組實際性無口氣極大 欲些就死一半死三分之二 可笑的是連家勞都算不上 沒有資格改勝 針對掌文中李毅之流的上述另類言論 中國盟文人士桂豐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當今的清華大學中有很多蔣文中這樣的中共工具人 都是一些政治的利己主義者 在第二波疫情襲來 大量染疫者死亡導致火葬牆不夠用的當下 蔣文中公然表示多4500萬億接受到 完全是替當權者站台 而罔顧民眾喪失生命的悲劇 確實太冷血 1月15日 台灣上報發表了 《視頻人士鄧論文》的一篇文章 《人民日報》對習的神話宣傳會降溫嗎? 文章說《人民日報》是中共最重要的喉舌 儘管它是黨白股的載體 面目可真 可要研究中共和習近平 還是離不可的媒體 因為中共人士和政策的細微變化 都會在這份報紙上 通過版面、圖片、文字表述等體現出來 作者說如果沒有時間看人日整張報紙 瀏覽頭版就夠了 因為關於習的新聞主要出在頭版 在過去五年 在人日和央視 習的新聞永遠霸佔頭版的主要位置 和新聞亂播的頭條 如果哪日人日的頭版和央視的新聞 亂播不見了習 人們都會覺得奇怪是不是習出事了 過去幾年由於習玩神隱 有時連續多日不在人日和央視露面 曾多次引起外界 關於中南海政變傳聞 作者注意到 元月前10號頭版 關於習的報道安排 而人日去年12月整月和更早點的頭版版面 多數日期的新聞都是放在頭條 有個別日期甚至整個頭版都是習 十二月之前的這種狀況更明顯 但十二月下旬 習在頭條和二三條的頻次 似乎跟一月前十日差不多 也就是說 假如當局有意要對習的宣傳剛溫處理 應該從去年十二月下旬已經開始 作者寫說我之所以要觀察這十日 人日頭版對習的報道有什麼變化 不是突發其想 而是想看看在動態清零被拋棄後 習的權威和形象嚴重受損的情況下 當局是否會對習的宣傳報導降溫 自去年十二月初當局出台 的防疫新十一條 不見了動態清零的字眼後 當局的所有會議和文件 凡涉及防疫都不提這四個字 連習自己說話都不再提他 那就明顯表明 動態清零政策被當局拋棄了 不管出於什麼原因放棄清零 只要不是因為疫情已經防住 不需要再清零 對習就是一大挫敗 他的權威和形象自然就會因此受到衝擊 當局過去對習的宣傳神話可謂走火入魔 將習造成一個似乎無所不能的神 永遠正確從不犯錯 但是人都會犯錯 這是最基本的道理 民間當然不信官方的宣傳神話 吹鼓省門當然不信 但是極權政權的宣傳邏輯必然要這樣做 不只是習 歷史上所有的極權政權都要神話領袖 儘管現實在打臉 捧得多高跌得多嚴重 但是後來的極權政權領袖 和哥培爾門總是看上去幻想見亡症 樂此不疲 用盡各種方式和工具大吹突出領袖的英明和偉大 直到特別大的社會災難發生 才會暫時安下神話領袖的邱子健 最後作者寫說 當然對習的神話宣傳吊子到底是真的降了溫 還是我得出一雙情願的錯誤印象 需要更多時間去驗證 尤其3月的兩會將是個很好的機會 習近平原本中共二十大走到權力巔峰 但意外的是 禁止後八字革命爆發 解封導致疫情可笑 煙花運動和其他群體事件相繼出現 混亂中碎弱了中共政權 多位專家學者就此對2023年的中國局勢作出展望 法廣1月14日發文說 法國國內廣播電台發表一篇文章 採訪中國問題專家討論習近平的權威是否受損 文章說習近平本以為自己在2023年3月 可以順利連任第三界鞏固他的權力 但八字運動和清零疫轉帶來的混亂 事得事情越來越不可預測 巴黎政治學院國際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兼中國問題專家史蒂芬尼巴爾姆 教授說從清零到解封 從沒見過中國政府這樣瘋來倒去 真是民所未民 這樣表明了這個政權的趨越性 巴爾姆教授說 清零讓人們覺得疫情很可怕 但突然解封讓人們看到很長一段時間以來 當權者都反映了現實 這樣動搖了民間對政權的信心 因此很多人站起來質疑政權 這樣就好比提霸被炸毀了 從八字革命、焰化運動 到從慶航州等地爆發的工人抗議 中共都一反常態地退縮 沒有進行大歸無鎮壓 獨立撰稿人諸郭明洋 1月13日媒體表示 從國際大環境看 中共已經失去了1989年 六四天安門大屠殺的時代背景 全球的反共聯盟實際上早已形成 中共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孤立過 在國內面對佛疫政策的徹底失敗 加上習近平上台後 沒有造成一件事 使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 新加坡國立大學來光耀公共政策學院 副教授無亂指出 面對當前的局勢 中共當局的精力 注定將全部投入於應對解放帶來的經濟 和社會衝擊 同時亦得設法建立人民對其信任 今年對習近平而言 將是雞犬不靈的一年 海外視頻人士張浚華分析指出 只有經濟才是中共合法性的主要來源 為了拯救經濟 今次中共突然解放 實際上就是中共在經濟和社會無法支撐下去 進行的一場賭博 今天的中共領導人顯然成為了中共政權 生死傳亡面臨的最大變數 中共官方17日將公佈 2012年第四季以及全年GDP數據 不過多數機構都提壞中國經濟表現 認為在疫情因素 房地產低迷加上民間消費不振 中國GDP數據可能將創下 1976年以來最差表現 給大家看一下現在上海存外賣有多難做 全部倒閉了 給你們看一下裡面 這裡面都是空的全部關門走了 現在這裡外賣小哥特別少 給你們看一下這裡面 因為有很多小夥伴們私信我 就是存外賣在上海到底能不能開 給你們看一下真實情況 都沒有訂單 後面也是 你看這裡全部都倒閉了 這一排全部關門 這是很大的一個美食城 專家哪個專家說的 報復性消費嗎 報復性消費在哪 我是801哥 一個開了八卷 同裝的同裝店 我們商場 我就滿懷信心的 等大家都揚完了 然後迎來報復性消費的 我就不知道那報復性消費在哪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我視頻的小伙伴 有沒有跟我一樣 也在做服裝做實體的 你們那有没有報復性消費 反正我們這沒有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通道看我背後 乾乾淨淨 再看其他地方 這個通道還能有點人 那是因為那塊有遊樂場 再看這個通道 這個通道多多少少還能有點人 特別是 特別是我的手指的正前方 因為那邊是遊戲機有樂場 比較吸引我 你看其他地方賣衣服的 哪來的人了嗎 我都不知道 那專家哪個專家說的 來報復性消費 來來來專家 你出來你給我把這插額補齊 狗 哎我這不想罵人 那會專家狗是一天 在空調房裡頭坐著 上班泡一杯茶坐在那兒 沒事就想著萬萬 就哎一天看那兒 跟他經濟掛勾了 說一嘴 哎呀 一天幹掉好事吧 別整天幹的 哎 損人不利己的事 別讓 這些老百姓把你家祖分都罵 冒青煙了 我跟你說 那會專家 一天拿著高工資 或者高退休金 一天坐在空調房裡頭 不知道一天在那兒想啥呢 想想幹點兒人事吧 哎好可怕呀 這邊的女裝店也開始轉了 這邊的也開始轉了 按理說過年過節之前應該是最好的生意 看看這條街的慘淡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慘淡 看到大城市的箱條沒有 終於知道為什麼大城市越來越不好混了 屍體店越來越不好混了呀 坦白都沒有人了 這裡過年其實還有一段時間呢 但是已經沒有人了 每年轉讓啊 每年轉讓啊 每年轉讓 每年轉讓 你拿下來就是一個嘛 那時候一個翻身了好幾歲 看到沒有每年轉讓 每年轉讓 每年轉讓 一百百都是每年轉讓啊 就這條街了 上半年上半年是最累了的也一條街了 當我想插完面了 面了沒插過 你就拿下路看過 過來試哈 你見過林城四點的老伍市場嗎 他們來自五湖四海 操著各自的家鄉方言 全能暢通無足的交流 他們能勝任所有體力勞動的工作 募工 挖工 康勒 包機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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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九塊了 自行找老闆 接受不了的 就是 pier拿心底pat م 接受來 就是經濟填表 無法接受呢 現在社會 interact 立 SI很重大 是很重的 你知不知道 你看這個樓多高 跟我有關係嗎 這裡已經很遠了 佳河亡港了 這個樓還賣5萬多 我他媽一個年輕人 我買你媽買 我這是你媽 我生下来就为了这个房子吗 没有这个房子 我怎么结婚 我怎么生活 我怎么找老婆 你妈我活的干嘛 我活的你妈 连畜生都不如 天天就拿这些东西 去压抑着我们 然后那些漂亮女人 就跟着那些有钱人跑了 就因为他们提前买了房子 他们有资源有权利 那我们呢 我们是狗都不如的东西 今天发生这种撞车事件 没什么好说的 我觉得撞出人了 就这么简单 我真的不想说 我们活着已经很累很累了 可是没有人会理解我们 就好比 我们现在还有什么赚钱渠道 你叫我们底层人 有什么赚钱渠道 除了打工 保护以外 还有什么赚钱渠道 那我是人 我有正常的信誉 有正常的交往的需求 那我这些需求全部都被压抑着 那我还算是个人吗 我才算了 我真希望那些撞人是我 把我撞到最后 谁要撞人呢 提前跟我预约一下 好了 今天的第一时间 又要跟你说再见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请你订阅点赞 并转发这个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